今天不讲技术分析了,说一下哲学和心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很懂,我从别处各种地方看的,可能讲起来难度有点大。 所以如果有更懂的,大家可以一块讨论,一块交流这些东西。 今天就先讲英国的经验主义,我们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弗朗西斯·培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洛克的白本书。 然后这两个是比较类似的理论。 然后培根的经验主义呢,就是说,因为是经验主义,他把经验放在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能有经验,再去说其他的。 有了经验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些经验,就会形成一些观念。 根据对这些经验产生的一些总结啊,一些认识,就会形成一些观念。 然后如果我们的观念,又在之后的生活中屡次的被证实是对的,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就是他就会,我们就会加深对他的依赖和相信,就会形成信念。 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洛克呢,就说呀,这个,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一块白本,就是说一开始都是什么都不知道,跟一个婴儿一样。 比如说,我跟一个妹子说,哎呀,我这个一张白纸,之前从来没谈过恋爱。 对吧,就是,就是说每个人,这个,都是一开始都是白本,然后呢,都是通过后天的经验,这些各种事件,然后形成我们的观念,对吧。 然后,然后呢,就是观念呢,又有两种,一种叫,不是,就是,嗯,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观念,经验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经验,一种是内在经验。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外在经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感觉,色相畏,这个触觉,嗯,就这些东西。 但是呢,外在的这个感觉啊,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色盲的人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福兰人和这个四川人,然后和这个广东人,嗯,这个吃同样的一个辣度的东西啊,这感觉它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什么蜘蛛啊,什么的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也,人都,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嗯,我们的这个外在经验,就是人都各有,各有不同。 然后,然后呢,还有内在经验。 内在经验就是,嗯,一些内在心理活动。 比如说,我看,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我特别痛苦,或者我特别兴奋,或者特别难受。 这个呢,是我们内在的经验啊。 然后,嗯,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在经验,就是,不会有这个内在心理活动。 比如说,我听的东西,我根本不care,左耳进右耳出来,我都内心毫无波澜,甚至微微一笑。 就是,就有的时候就不会有内在的心理活动。 但是,如果有内在心理活动呢,它就会加深,或者甚至会就去形成我们的观念。 对吧?嗯。 然后,洛克呢,继续怎么说呢? 就是说,嗯,我们的知识,或者是经验。 因为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也相当于是一种经验嘛。 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呢,就形成观念。 这个是跟刚才一样的。 但是,他说的观念也分两种。 一种是简单的观念。 一种是复杂的观念。 然后,简单的观念呢,就是说,嗯,一些直接啊,然后单纯的啊。 嗯,被动的。 就是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说,嗯,比如说,我说,嗯,用这个,嗯,用这个方法,嗯,好。 然后,或者说,我说,啊,比如说,比如说,习… 比如说,学,什么,嗯,金融数学,嗯,可以,这个,这个,而,特,特别好,以后这个,特别有前途。 这个就是你听到了这些呢 你就会形成简单的观念 比如说杨天宇说了 他用这个方法赚钱了 或者说他用这个方法亏钱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是说是不能制造 也不能毁灭 就是只是你被动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至于你到底怎么想 这个总是不一定的 然后呢复杂的观念呢就不一样了 复杂的观念就是通过你内心的加工 内心的组合 然后比较 比如说 比如说我跟你说 我用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均线 在什么地方 在某一笔交易中做的挺好 然后你就开始想 我曾经也这么做 我觉得这个在什么什么地方我亏钱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好 我还是更喜欢我现在的什么方法 这就是说你内心开始加工 开始想我 我这说的对贵 然后你开始比较 哎呀 这个还不如我那个呢 是吧 或者说我说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你说 你就想哎呀 这玩意哪有这么复杂呀 其实我两句话就能给它说明白 这你就开始组合 你就开始比较 你要觉得我说的没用呢 你就会 破替我这个 我所说的东西 就会 你要觉得我说的好呢 你就会去把它留下 对吧 这就是通过了你内心的加工 有的东西你就留下 有的东西你就没留下 或者组合 组合就是我比如说我 我从我看一本书 当然我现在可能 比如说我已经会很多东西了 但是我看那本书呢 它大部分我都是熟悉的 但是我 我呢看到一些 哎 我觉得挺好 我没见过的东西 我就会把它拿来跟我 现有的知识体系一组合 对吧 或者说一比较 哎呀 这个我觉得不好 所以我就是会比较 就是说 所以呢 经过这些 它就会形成复杂观念 就是说 复杂观念呢 是以自己 自己为原型 以自己为原型啊 就是结合自身 所产生的产物 我们最后 我们真正在这个 我们真正所以后 就是会用来判断 就是 会拿来讲给别人的东西 是我们的这个复杂的观念 然后所以说 然后所以说 就是说 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姥姥啊 什么奶奶啊 这个都是 都是特别节俭的一个人 都是特别节俭的 有的时候什么 废纸啊 什么 各种废品啊 都不舍得扔 还有就是甚至 有的故事说 有这个 有的人 有个 有个老太太说 做了点 做了个汤 不舍得喝 然后放了几天 才 才舍得喝 最后给 喝中毒了 就说 我们 就是不能 说 就是说 哎呀 他这不作死吗 是吧 我们不能这么说 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的东西 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 比如说他们经历过这个58年的三年饥荒啊什么的 或者说他们经历过这个 呃 只能拿用饭票领一点米的时候啊 就是说 对 我们不能就是 因为这些东西 它已经形成了复杂观点 他他他他已经 在三五十年的认知中 都坚信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了 如果我们不不亲自告诉他说 哎呀 你现在已经有钱了 你不应该的这样了 或者说 比如说 我告诉你 那个 你看那个老太太 这个吃过七袋东西 他已经 中毒了 是吧 你不能去 你如果这样去告诉他 他可能会形成新的 这种复杂的观点 说 哎呦对 你看我要这样的话 我可能也会生病 这不好 那他有可能就会去代替他之前的这个观点 但是没有形成这个之前呢 就是就没有什么用 你这些简单的这些指责呀 或者说什么教育呀也好 他都不会形成 都不会替代他内心的这些想法 比如我 我们之前提过那个海归交易法 这个故事 就说那个 Richard Dennis 那个 那个交易员 他找来了好几十人 对吧 他就把 他已经赚钱了 他就把他自己的方法贴在电脑上 然后说 哎 你就照着做 是吧 你就做就行了 就做就完了 但是 最后呢 就那个别人能做到的 包括就是写海归交易法那本书的人 只有那一个人是做最好的 嗯 然后 还有比如说 有的人 哎 国内有好多 就是找什么老师上课 嗯 花挺多钱 还还什么交通啊 什么住酒店 还挺都挺贵 反正 但是上完了 就说哎呀 觉得没用 就说 因为 因为比如说 无论是这个海归老师 他这个 他自己的方法 还是 还是 他 他 还是我们这个 找人 花钱去找老师上课的 这个老师 那都是他自己 的这个观点 都是那个老师的那种 复杂观点 对吧 就是你 作为一个学生 或者说 你被他招进来 替他做交易的这个人 你没有他的这个 复杂的观点 就是说你没有体验 他还说让你在这时候做 你就做 但是你没有 真正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做 真正觉得这个时候 好 就是你没有 自己之前有 大量的交易经验 对吧 让你知道 这是个好的入场机会 那么你就不会 有这个深刻的体验 对吧 所以 所以说 就是说 照搬别人的方法 那个 没什么意义 是真的没有意义 只有说 你自己 像这什么 加工组合 比较 通过 大量的实践 对吧 自己加工组合 比较 认为 什么的东西好 那你才 你才是 真正会 转化成你的方法 比如说 我说一个方法 然后 我就立刻能想到 我之前用这个方法 什么时候 赚钱了 什么时候 亏钱了 我能想到 这所有的 我这些经验 那么它就是一个 有效的 对我来说 就是 复杂的观点 对吧 我能 这个已经转化成 我能自己 熟练应用的 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 我只是单纯的 把它告诉你 那 那它就 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 就是说 做这个 所以每个人 都想 这个一上来 就赚大钱 但是 事实是 你就是 没有这些经验 没有你 对于市场 对吧 对于 各个品种 然后对于 各个方法 这些复杂的观点 你就是 你就 你就 没有这个 能力 对吧 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就是 比如说 你还无法控制 你的情绪 没法控制 你的情绪 没法做到 止损 就是这些 基本的事情 如果这些 一上来 肯定是 做不到这些 所以就是说 不应该把 这个 钱都放进去 就是先 先少 先小钱 练一件 当然不是练 是大量的练 大量的积累经验 对吧 但尽量的多做 等你觉得自己 够牛逼了之后 你就再去 多放一段钱 对吧 这时候就应该 少做了 根据你 这些观念 这些想法 你去少做 找那个 机会好的时候 再去做 对吧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 有的时候 为什么你明明 比如说制定了 一个规则 就是比如说 我一开始 做的时候 我说 这个我20日均线下 我就要做空 但是呢 那时候 下了20日均线 我还觉得 想抄底 就不想做空 因为我 当时只是看了 很少的一些 值钱的行情 就是基本上 下了20日均线 不久 它就涨回来了 但是 就是没有形成 足够的这种 深刻复杂的 这个观点 没有这种 深刻复杂的观点 你就没法去 执行你所制定的 这个东西 因为你对它都没有 内心去认同 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 你如果内心 真正去认同 你又通过科学 理性的分析 觉得它确实是 你应该照着 执行的规则 那你才会做到 真正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执行合一 是吧 就是你无论 有没有行情 有没有走 它这个行情 有没有在动 你都会认为 这个好 你都会同意 你应该这么做 对吧 你也正是在 试盘中 也会 就是 时时刻刻 会这么做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验主义 和这个洛克的白板说 主要就是知识和知识 或者经验和这个观念之间的关系 以及由观念产生信念 这个简单和这个复杂的观念 大家就是理解一下这些概念 就OK 然后下一个这个哲学理念呢 就是我们这个英国 不是 准确说是苏格兰的这个修莫 修莫的这个 写英文吧 修莫的这个怀疑论 当然我对这个哲学家 或者是 他到 就是说 他的背景 或者是 这个 什么各种主义 我也不是特别懂 但是就是 我从别的电视上看上了 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东西啊 我就觉得挺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分享一下 他是 十七世纪的一个苏格兰人 他 他当过很多 这个高官啊 什么外交官 还有这个 国务大臣 这些 还有一些什么 馆长一类的 就是 也是一个挺有名望的人 他后来呢 就是 就是 创立了这个 怀疑论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 之前的一些这个 哲学理论 就是说有 比如说有 柏拉图 这个 有 有个洞穴理论 洞穴理论 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呃 在 几十万年前 是几十万年 或者几万年前吧 就是 一个洞穴里的这个原始人 就是 他只能看见这个 比如说 他 他就住在洞穴里 他就只能看见 他的这个 什么火把呀 还有洞穴里的 这些 呃 什么 石头啊 这个水 水啊 这些 什么蝙蝠啊 这些 如果你非给他拉到 外面 一个 跟他特别不一样的 一个世界 比如说 给他拉到海边啊 呃 或者给他看这些 呃 一个小岛上的 这种各种生物啊 就是 看 特别不一样的 一个外面世界 他就会 他就会 特别 他就会 这个怀疑人生 他就会疯 对吧 他就是 因为他已经 认为 这个洞穴的 这个东西 就是他所认知的世界 也就是说 跟这个 挺底之蛙 是一回事啊 他就觉得 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他没见过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 笛卡尔的 这个应该 还是比较有名的 说 说我思 啊 故我在 啊 就是说 呃 有人说这是什么 啊 这个 我应该 努力学习 才才行啊 这个 这个纯属是 废话 这个 是不对的啊 他这个是我思 故我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我在思考 然后我的 意识存在 所以我才存在 啊 就是我思 对我 我我 我有 我的 我在思考 东西 然后我存在 一些意识 所以我才存在 那么呢 这个修啊 就说 呃 他说这 他就说呢 这些东西啊 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就是他甚至怀疑 这个我是谁 啊 这个 呃 灵魂之 灵魂的问题啊 啊 这个我 我到底是谁 啊 呃 比如说 这个 呃 死了的你 还是你吗 这个 这个 晕过去了 这个 休克了 这个 睡着了 睡着 睡着 根本觉不醒的 这个 你还是你吗 对吧 然后比如说 呃 或者比如说 你这个 人格分裂了 这个拥有多重人格 这时候 你还是你吗 对吧 还有 呃 还有就是 有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呃 你呢 这个 呃 一下子 失去了 所有的这个联系人 呃 你所有的社交软件 都被封掉了 然后你 你妈呢 你爸 也不认你了 啊 然后就是 你的身份证呢 什么各种护照 什么的 电话号码 都被拿走了 然后呢 世界上 诶 恰巧有一个人 跟你长得一样 然后你所有的亲戚朋友 这包括父母 都认为 那个人就是你 啊 那个人 就是有人 已经完全 把你给替代了 那么 嗯 那么这时候 你的这个 社会关系 就已经死亡了 啊 就是 这个时候 所以 就是说 社会关系 死亡之后 那你 就是 还是 你这个人吗 就是说 呃 休默了 就对这个 也表示出了怀疑 啊 那么我 所以呢 他就说 这个 呃 我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 它 呃 一个是 不是 不是客观存在的 就是你 比如说 给我一个定义 那么 你 你 你该如何定义呢 是吧 是比如 比如说 啊 你就说定义是 现在 比如说 在讲 休默怀疑论的 这个 杨天宇 当然 但是如果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那样的你 那样的你 是吧 那还是同一个人吗 是吧 就是说 我并非是客观存在的 然后 他就说啊 我是什么呢 是这个 后天 这个 后天 所有的这个 外界信息 啊 外界信息 产生的反馈 的合集 啊 合集 我们用了这个 就是说 我是 就是从出生开始 就是 会 会接受各种 外界信息 比如说 我爸 我妈 会 会教我 这个 说话 然后 这个 教我 爬 就 各种东西 然后 就一直到现在 比如说 你现在 听到了 休默的怀疑论 对吧 就是都是 你后天 所有的 这个 所 所接收到的 外界信息 然后呢 你会对外界信息 产生反馈 比如说 你觉得 这 这 怀疑论 是 什么鬼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就是 这就是你的反馈 或者说 你觉得 对对对 我确实应该 被怀疑 对吧 我做的事 确实应该 都应该怀疑 这就是 这也是一种反馈 就是 你是所有这些 反馈的合集 然后呢 是 然后就说 我是一些 这个 碎片化的 碎片化 心理活动 是这些 这些东西 的这个合集 由这些 心理活动 由我们对 事物产生了反馈 这个形成了我 然后 所以呢 就举个例子 对 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 只要是 只要是 这个 怎么想 我看一下 所以说 他就是说 所以说 因为我们的知识 知识或者经验 由我们的知识 产生经验 然后由经验 产生观念 这是咱们之前讲的 之前在经验主义 这讲的 然后呢 他现在就说 这些知识和经验 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因为我 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我所 我 我都是这些 信息反馈的 这个载体 对吧 所以说 这些东西 也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只要是 凡是这个 有个重点 凡是经验 凡是由经验 产生的知识 由归纳 产生的知识 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然后 所以当时 休默呢 就 就甚至对谁 表示怀疑呢 对牛顿 表示怀疑啊 然后 就对牛顿 都表示怀疑 说这个 你为什么就说 太阳从这个 他们英国是 东北去 还是西北去 反正 如果牛顿在中国吧 你为什么说 太阳从东方升起 就是说 就是因为自转 就是说 你当时没有这个 技术嘛 对吧 我们没有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 这是你通过这个 经验 你的经验 你这个 苹果砸了脑袋 这个 你自己的经验 所归纳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是 未必是真的 但如果他当时 有望远镜的话 或者有卫星的话 当然他也就 不会怀疑了 但是当 但当时 这个知识 确实是 被 确实是牛顿 用自己的经验 和归纳 所出来的知识啊 所以 这些 这些知识在 所有知识在 未被 未被证实之前 就都是可以 被怀疑的 只有那些 数学的真理 就是已经给他 证明了的东西 那个没法怀疑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这个 在这个 村里啊 那个养鸡 然后呢 平时 这个 鸡主人 农商主 就是 一 一摇这个灵档 然后他就 撒这个米到地下 这鸡就来吃 对吧 然后 比如说 我是城里人 我没去过 乡 我没去过村里 我在这住几天 我就发现 所以这个 铃铛是用来 这个 叫这个鸡来吃饭的 就是 就叫这个鸡来吃东西的 我就是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但是呢 有一天 就是过年 或者是美国的感恩节 这个农商主 也在这摇铃铛 然后 这次呢 他这个 就没给他吃的 反正呢 鸡一出来 他这一把 给他逮住 就 就给他杀了 就是 就要 就要做 就要 就要把他 这个做成晚饭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所以就是说 所有因为经验 和这个 归纳 所产生的 这些知识 都是 都是 可以被怀疑的 所以 怀疑了 所有的这个经验 这个因果逻辑 还有这个 归纳产生的东西 嗯 然后 所以说 啊 想一想 所以说怎么说呢 嗯 统计 啊 然后 啊 为什么说 他这个 因果的逻辑 也被 也被怀疑了呢 就是说 就是说 说这个 统计中的 关联性啊 就不代表 因果性 就是说 因果关系 是这个 人这种动物啊 在这个 长期生活中 所产生的 这个 习惯性联想 因为 习惯了 所以 他就会 归纳 去联想 然后 我自以为 他是可以复制的啊 然后 因为人们都喜欢 预测 喜欢 喜欢这个顺序 喜欢总结 然后喜欢 对事情产生控制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一定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就对他产生了控制 对吧 然后 所以 他就 修默就说 只有说 纯粹的数学推论 这个是不能被怀疑的 只有这个数学 数学的推论 是 是 不会被怀疑的 然后任何经验 的这个知识 和归纳 都是 都是一些 这个 不断重复的 这个现象 因为不断重复的 现象 所以我们才 所以我们才归 我们才把它归纳 出来 对吧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 所有的这个 交易中的方法呀 这个都是 都是顶多是一些 这个 甚至 这都不能算是一些重复出现的假象 因为它经常就被打破了 对吧 所以它就是这些东西 都不能算是一个概率的事情 我们连它的概率都不知道 所以说 甚至我们知道它某些时刻它必然会失败 所以说它这个 就是 交易中 就是我们交易中的这所有的方法呀 包括所有人所称到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必须被怀疑 对吧 我们这都必须被怀疑 无论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 这个K线啊 这个 什么江恩啊 这个禅论啊 波浪论啊 包括我们对基本面的认知啊 这个形态啊 怎么着 这个 这些东西啊 都绝对不是一些数学的知识啊 它这个 说明不了任何东西 但是 但是呢 有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 均线 比如说我说 我下破了均线 我现在做多 然后下过了均线 我就应该走 但是呢 在当时呢 你这个均线和你这个 自己的认知 比如说 哎呀 我觉得这个 该反弹了 或者说 我觉得每次出现这种下破 什么均线的时候 它就该往回走了 这个呢 就 就是更 更是不确定的东西啊 更值得被怀疑 均线呢 你至少 你之前拿它成功果 或者很多人拿它成功果 但是你自己这个判断啊 就是更相当于 inferior 就是说 更还不如这个严谨啊 这个 所以说 如果你碰见这种事情 你肯定还是要去遵循均线的 你自己的认知 更应该被怀疑 对吧 更应该被怀疑 均线呢 至少是更靠谱一些的东西 所以说 这时候啊 不要不知损 不要不走 对吧 所以就说 这 这些交易中的知识啊 它都是 一些因果关系啊 甚至是 不是一些因果 就是 外外出来的东西啊 像这个 我们之前不是提到我吗 这个 波浪理论 这个 埃略特 这个老大师 他 他自己都没交易过股票 所以说 你怎么就知道 他这东西 一定对了 你必须对他 这个 大为怀疑 这个绝对是 不存在必然性的 我们的这个 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交易盈利啊 比做一个 这个漏斗 或者这个沙漏 它不断地在往下流 但是呢 你上面这些 这相当于 你的赚的钱 这相当于你亏的钱 你赚的钱呢 它这个总是 它必须被怀疑 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 无论你 对你的方法 有多确定 或者你 它 你必须对它怀疑 对吧 它 它 你就觉得 它一定会失败 对吧 它肯定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说你 开 每次 开仓之前 必须问自己 这个 要亏多少 像我们之前 讲短线交易秘诀 他的作者 Larry 就是说 我 我现在假设 我每一单都 做的都是错的 而且 都非常错误 但是呢 大部分人 他就把一个方法 想得过于准确 对吧 但是想得 想得这个绝对好 他 但是呢 他 他这个方法 这些方法 都是必须被怀疑的 他这些都是 这个 由硅纳 所产生的 都是一些 片面 或者是 没有依据的联想 不是 就是 一些由因果 一些由 这个主观的因果 所产生的 这个联想 他 他 他这个 完全没有必然性的 所以说 正是因为 对这方法的信 信赖 所以说 不去设 不去想亏多少 这止损呢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反而是赚点 盈利的话 赚点就跑 这个确实 你的这个收入 就无法控制了 对吧 所以说 你亏多少 你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是一个 严格的 这个 数学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 你仓位 你无论 通过什么仓位公式 还是什么 自己的这个认知 你将仓位控制好 然后你将 你了解了你的止损 对吧 你将每一笔的止损 限制 那么 你的 你的资产 你的总资产是固定的 你的仓位 你所能亏的这个东西 是固定的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信赖的东西 你你如果将每次止损 限制在 你你你如果每次最多亏 你这个账户的2% 那你这个 你一定 这个 至少在交易54 以上 你才可能会把账户里的钱亏完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 啊 这个 就是说 只有你这个 将亏损 将这个仓位 所变化 啊 限制住这一头 那么你这个 赚的钱 才会去 才会去发挥它的能力 对吧 才会发挥它这个 成功时候的这个能力 对吧 啊 所以说 这一头 确定了之后 你再去 啊 然后你再去放飞 你这个 值得怀疑的这些方法 还有这个 所 所 它所能带来的盈利 啊 所以说 这个 怀疑论 就是说 我们就是可以 简单了解这个怀疑论 并且我们时刻的记住它 就用它来 消除我们对这个 各种方法呀 还有我们对市场的认知啊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 包括我们 对某个消息啊 对于我们某个 所自己了解到的 这些信息 就所有的 自己对于交易 自己对于 这些 自己所有这些认知啊 都是 都是这个 都是必须去怀疑的 就是说 没有 市场呢 永远会给我们惊喜 永远会 做我们 意想 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所有认为 它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所有认为正确的方法 这都是 必须被怀疑的 对 所以说 了解了怀疑论 我们就是可以打败自己的这个固执的这个心理 对吧 学会做到客观 做到去 嗯 这个 制定规则 对吧 制定自己规则 制定规则 然后自己按照规则去做 限制亏损 对吧 这些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所以说从怀疑论从来我们就会破除这个固执 这个做到客观 做到这个坦然的接受的一切事情 对吧 不要让这个个别意外的这个市场情况去 可以去长期的影响我们的情绪 反正这个情绪大家世人都会有 我觉得自己情绪控制很好 但是我也会有 不可能没有 但是呢 很快这个就控制住了 很快就就忘了 去做自己 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因为你自己 你自己判断 那必须被怀疑 你的方法 必须被怀疑 你的市场 那别人 他在做什么 那也必须被怀疑 对吧 市场就是由这些这个 这些东西组成的 所以说他怎么走 你这个 对吧 你完全不能说了算 所以他怎么走 你也就不要对他抱有固执 去接受这个 本一切的动作 一切的可能出现的情况 对吧 然后 第三个 哎呀 吃的有点多 第三个这个 哲学理论呢 也是一个 就是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 就说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 有了自己的方法 就是你会 就是学会了 这个各种技术分析 或者基本面分析 你会选股 然后你也 有大量经验 然后 但是呢 你这个 一会儿能盈利 一会儿就 赚几天 然后就 大亏 就是盈利不能稳定 就是说 这个呢 如果想做到稳定盈利 当然我也不能做到 我就是看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对 我觉得如果做到稳定盈利 你必须要做到这点 当然也不可能 就是只做到这样 做到稳定盈利 要做的事情太多 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必要条件 对吧 你必须要做到它 你才能谈你稳定盈利 就是说 有个女哲学家叫 凯伦霍尼 他写过一本书叫 什么 我与 什么 我与内心的这个 挣扎 好像 我不记得具体的名了 但是我就是 讲一讲其中的这个 主要内容 什么 我与我内心的挣扎 反正就是说 这个是讲了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 尤其我觉得 大家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我还是好 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 家庭方面 我觉得我爸妈从小 对我还是 这个非常宽容的 对 非常理解包容 引导的这种成长环境 以至于 我现在就是 心态方面一直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曾经 也 也有比较严重的 他所 他所描述到的 这种东西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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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这个童年 但是 这个尤其 我觉得对大部分 这个中国的孩子 这个 或者美国的这个亚裔 ABC这些孩子 他就 他就特别的这个 他特别的适用啊 就说 同年的时候呢 这个父母 还有这个外界 就是 还有那些 什么 亲戚朋友啊 那些 就是他看到你 做一些事情 他就是 当然有些 有些这个 家长 就是比较溺爱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总是顺着 但是很多时候 他就 很多家长 就是对孩子 说 说你这个 比如说 你应该怎么样 你这个不能怎么样 或甚至 对他进行打骂 就是说 对他进行一些 强制要求他去 改变 他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 我们之前 对这个 讲过一期 这个病理性赌博 和过度交易的 这个 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好多 这个人都爱赌博呢 就是因为 当时这个 弗洛伊德 说的这个 小时候 这个 这个 拉撒 这个 父母 就是时候 受到父母的训斥 说你不能随便 这个拉撒 你非要 父母强制去管 去管制孩子 这些正常的行为 这样的话 这个 限制了孩子的自由 然后 长大了之后 他就会去 寻找这些自由 寻找这些 不受限制 可以想干嘛 就干嘛 的事情 比如说赌博啊 比如说交易啊 对吧 这就是一些 他们可以获得 这个不受限 获得这个自由的地方 对 正是因为这些 教导和这些 这个 甚至是 身心上的伤害啊 当然 童年的时候 产生身心上的伤害 这是非常 非常可怕的 一个事情 他就去产生一些 基本焦虑 就是说 他总会去 惦记这个事情 他可能 总会在梦中 梦到一些 一些更严重的事情 比如说 对 就是 这些基本焦虑 就反映出一些恐惧 对一些事情的恐惧 和这个 无助啊 还有一些 这个 失望啊 一些 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就觉得对这个 对这个世界 失望啊 当然小的时候 产生的这些刺激 他肯定会将它放大 对 所以呢 面对这些 基本焦虑 很多人就 妥协了 行 就是你 你爱 怎么样怎么样吧 你以后要打我 我就 这么 逆来顺受 我就接受 就这样 妥协 有的人就反抗 我 我离家出走啊 或者说我 我在学校打架啊 我故意干坏事 我就去反抗 对吧 我就去惹老师 父母生气 看你们他们 到底怎么 怎么招我是吧 大不了 甚至就是更严重的 去犯罪啊 什么的 或者就说 逃避 逃避这件事情 在 别人提到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去提 然后就是说 妥协呢 就会形成 你顺从 顺从型的这个人格 反抗呢 就会形成 这个 斗争 和这个 斗争型的这个人格 然后 逃避 也就会形成 这个 这个 厌世型的这个人格 对 所以 这个 通过 通过你这些 对这些负面 这些事情的这个 认知啊 然后 你就会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 你 因为你对现实所不满 对吧 你对你现实生活的 这些老师家长 亲朋好友 这些 对你的这个 态度不满 那么 或者说 你在这个 别人面前 伤了自尊 这个 别人对你不好 反正整个人就说 你觉得别人对你不好 那么 你就会 在头脑中 形成一个 理想的自我 就说 哎呀 我想大家如果 这样就好了 我如果拥有这个能力 我如果拥有这个能力 就好了 大家 大家就可以这样对我 对吧 我如果有这个能力 大家就会 说我特别牛逼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理想自我 就会产生一些 很大的自尊心 就是说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就说 嗯 理想自我 可以是我 自己产生的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如果我这样 大家就会 对我 觉得我牛逼什么的 或者说 理想自我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别人 别人 把我 把我 把我理想化 比如说这个 嗯 大家就是可能都听过 有什么 考上什么 外 考上什么 长春藤的这种 ABC的这个 家庭的孩子 就是 什么 那个 跟父母经常争吵 甚至去自杀什么的 就是说 你给他的压力 已经太大了 你把他 已经当成 这个 神童了 对吧 已经 妄子成龙了 已经把他 把他理想化 你根本没有认清 他现实 就是那么个孩子 对吧 就是那么个 普通的孩子 你自己 就是那么个家长 是吧 你 你还非要让你的孩子 成为这个 精英人物 这就跟 他妈 交易是 那么多人 对吧 赚钱的就那么点 哎 大家还都觉得 哎 我就是那么点 是吧 社会上这个 事业有成 什么 别人眼中成功的人 那就那么点 你还非 是吧 这些家长 非指望着自己 你的孩子 就是 就得成为这种人 是吧 把我 把我 别人 就是家长 或者什么人 把我理想化 或者说 我自己 把我自己 理想化 我觉得我有 超能力 对吧 我 我啥都会 就是这样 形成理想自我 自尊 自尊的 如果你原本 有了自尊 你就越来 越来越 这个 自尊心 就越来越膨胀 就是说 反正就是 由于基本焦虑 形成了 理想的自我 那么 或者说 别人 这个 不能客观的 认识我 然后也把 我理想化 这就是 这个理想自我 产生 就这么产生了 那么这个 理想自我 到底会 产生哪些影响呢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说 歪曲现实 歪曲现实 然后这个 就是 只要结果 不要过程 过程不要 这个 我觉得 咱们这个 网上有个词 把这个 理想自我 概括特别好 就叫这个 中二 这个 就是一些青年 经常有这个 事实 就是总是 觉得自己 只要这样 就能 变得特别 牛逼 只要 我这么 觉得的 那就一定 对 就是说 产生 理想自我 他已经 他已经不是 正常的 情况下 都是说 正常 情况下 都会说 比如说 我想要 做什么 事情 我想要 达到什么 目标 那么他 在理想自我 情况下呢 他就会 他就会说 我一定要 一定要 达到 这个事情 我一定要 这个赚多少钱 我今年一定要赚 一百万 或者说 几十万 或者说多少 或者说 我一定要做什么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说 我们不能有 这个目标啊 但是就是说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已经 在还没有什么 能与这个 匹配的能力下 你就觉得 他 他就一定要 他就 他就非要这样 他就非要这样 然后这个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 告诉我 那个 告诉我一个指标 告诉我一个方法 我就能拿它来 赚钱 这个 这个就非常 搞笑了 是吧 我们之前 讲过了 我 告诉我一个方法 我得先把它内化 通过经验 通过我们 大量的实践 让它形成 我深刻的 这个观点 对吧 才能 才能去 这个真正 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再去说 我拿它赚钱 这个 不可能说 我有个方法 我就能拿它来赚钱 别人说什么 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他说的 就一定是好 是吧 我有个方法 就一定要转线 所以说 每个人 都不是 这个 都没有 这个超能力 再牛逼的人 是吧 就是 我们经常把交易 比作成 这个拳击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你 再牛逼的拳击手 像 梅维泽尔 还有 然后这个 罗安达 如斯 什么 这些 这个世界冠军 不是 这个 不是 就是反正最有名的拳击手 那我们也都见过 他这个 被打得很惨的样子 对吧 都要上 都要上场挨打 都要 都要这个 都要承受亏损 承受 这个 自尊心受挫 都要承受痛苦 承受失望 是吧 不可能 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好赚的钱啊 如果要是 这个钱 大家都 都好赚钱了 谁还做别的工作 是吧 所以说 不要觉得 有了方法之后 就成为提款机了 不要觉得有了方法 就是提款机了 我看经常有文章 写了什么 有个人写了一个 量化程序 当时拿比特币 赚了上百万 在比特币那国 17年的行情里 我说这他妈不是废话了 那个行情里 有N多种方法 都可以赚上百万 是吧 你现在已经没有 那个行情了 你跟我说这个 有什么用 对吧 那 所以说 不要觉得有了方法 之后就是 你可以就稳断了 不要有了方法 就变成 拥有理想自我 必须要承认 你自己对于市场的无知 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市场怎么走 那都是有可能的 总是在给你应急 给你意外 然后也得承认 你这个方法 它自己就很有缺陷 它的缺陷在哪 必须要认识到 你自己方法的缺陷 所以就是 时刻要提醒自己 比如说 我不牛逼 我这个市场 今天是这个走势 明天就是那个走势 我是很无知的 对吧 市场根本 我无法预测 对吧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 适用于什么时候 连续赚钱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我 这个 我说 这个是这个 稳定盈利的 这个 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要在 连续赚钱的时候 想到这个 理想自我这个问题 连续赚钱的时候 自我就膨胀了 对吧 自我就 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这个 就觉得自己 自信心 连续打增 就觉得 这个我要 我要 这个 我今年要赚多少钱了 就是说 不是说我想要 是说我今年一定要赚多少钱了 我将要财富自由了 什么 各种东西 就都想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什么 这个 比如说这个时候 就已经打破你的规则了 比如说 我这个时候 定 一千块钱 止损 这时候呢 这时候你连续打赚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 三千块钱算什么呀 不 care 这个 我 我完全可以不止损 这个 我 无所谓 就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要想个 自己的规则 自己的这个 连续赚钱的时候 你依然不能有这个理想自我 提醒一下自己 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能力 是吧 这个就是运气 这个就是运气 你今天 今天 这个 今天是这么走 明天就是这么走 是吧 后天就是这么走 对吧 这是每天 每天行情都可能会跟你翻脸 对吧 明天你可能就根本赚不到钱 这样呢 你这个气球 就会再变小一些 说 必须要接受这个 自己曾经的亏损 你在这个时候 不在乎这个几千块钱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这个时候 一千还是三千 对你有多么的重要 是吧 这样你就会知道 我依然要严格执行我的规则 依然要严格做我的事情 在大赚的时候啊 就是 学会收手 是吧 这个 不管做多做空 都可以这个赚钱 无论是牛是熊是 不存在什么 这么做就一定不会赚钱 但是你如果 平凡的去 这个 平凡的贪 平凡的自大 是吧 平凡的 赚了之后 还继续扩大 立刻就继续扩大 这个手术 那就肯定会亏钱 所以说 在你这个最危险的时候 告诉你 自己告诉自己 就是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理想自我 对吧 接受 我不要去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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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要做到自己的这些 致敬的这些东西 然后 在亏损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要 这个亏损的时候 也有一种理想自我 就是我的自卑 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废物 这也是一种理想自我 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来这市场 市场就是与我作对 这又形成了一种另一种理想自我 这个时候 也要告诉自己 这个 接受我这个亏损的设施 不要先急着把它转出来 先搞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 我为什么亏这钱 对吧 学会面对亏损 学会这个服从市场 而不是急着和这市场对着干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 理想自我 就是说 在两种情况下 一定要 将理想自我 破除理想自我 放在心上 一种就是赚 当然一令一种就是亏的时候 因为交易这个事情 它就特别的奇葩 你必须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要么就是让你处在这个 特别兴奋的时候 要么就是让你处在 特别失望的时候 总是让你在两头 就没有 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会频繁的 因为市场的波动 而自己情绪大受影响 对吧 所以说 无论在大转的时候 破除我们的理想自我 自己没有车能力 这是运行 明天就那么多 周期总在这 我明天可能就不那么多 所以赚几次 要歇一只 歇两天再做 亏的时候 你不能自暴自弃 不能觉得自己就是没用 市场就跟我对着干 是吧 面对亏损 然后看看自己哪做得不对 是吧 哪做错了 然后 这个 继续 攒好 攒足精力 然后 也保住本钱 对吧 投入到 下一笔 是吧 一切都得恢复正常 你如果 很快就被打倒了 那 这个交易市场 那很快 那必然 不太适合 你在这 在这 搞 是吧 对 所以说 破除 理想自我 还有就是 我之前说 就是说 我 虽然说 我这个 情绪啊 心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曾经 也这个 特别有这个 理想自我的 这个 也曾经 陷入这个 理想自我 就是说 我那个 我从小 这个 身体不好 就是 小的时候 特别瘦 这个 可能 我跟好多人说 都不信啊 就是说 我小时候确实 几个月的时候 得病来着 什么 百日咳里面的 反正咳都特别厉害 甚至都什么 甚至都 医院都觉得挺危险的 你说 所以说 当时 这个小的时候 这个就 运动上面 就比较 远末厚 以至于 小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就是 一直 这个 体育都不好 然后 都 什么 运动会 什么也没去过 然后 什么 嗯 就是 也不会打球 什么 但是就是 当时就是 反正就是会游泳 游泳一直 小的 从六岁就开始游 后来游 后来游 还不错 但是别人也看不到 是吧 一般人谁看见我 我会游泳 是吧 所以 我小时候就是 体育就不太好 我就 看着别人 哎呀 总是打球打得好 或者 跑得快 我就觉得 特别这个 羡慕 所以 我到了高中 到了高二 高三的时候 我那会儿不是 出国 准备出国 在家吧 然后我就开始去健身 我一健身呢 正好我那会儿也是 瘦了那么 二三十斤 我发现自己这个运动能力 还是不错的 上来就能坐几个阴体啊 什么 当然 练练腿啊 当时八十多公斤 身针就能蹲个140 发现自己 这个跑跳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也是 也是这个 这个 基本上可以扣来 就是 但是就是比较费劲 就是 勉强吧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跑呢 就是基本上 大概 跑个百米 十二秒多点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你看 我的同学们 只能在那准备高考 是吧 然后 我反而 这下 我成了这个体育牛逼的人了 这个 我就把自己 说得特别牛逼 我就说我 这个 不是 跑十二秒 我说我达到 那个二级运动员水平 跑十一秒多 然后我可以 然后我可以这个 嗯 我可以做什么 双手 什么风车 捆 我可以这个 我什么 这个 各种 这个 各种运动啊 就是都 都非常牛逼 就是 经常在这个 朋友圈里发一个 这些事情 甚至我认为我这个 我当时就 根本都没打过球啊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 跟这个 可以轻松打过这个职业球员 甚至觉得可以在美国 万一去美国可以加入校队 我其实根本就他妈没打过球 后来就是自己去打球了 就是去了 嗯 当时 去了个什么训练营啊 还有 还有自己平时在 这个 嗯 就是 我们那块 那个 那叫什么呀 就反正挺大一个体育中心嘛 那那有些 嗯 有些比较水平高的人 跟他们一打 他们发现这个 球都不怎么拿得到啊 毕竟这没打过 这个东西都是经验 跟交易一样的 你没有这个实践经验 是吧 这个确实是 没什么用的 就是说 所以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产生这些 基本焦虑 当然这不是什么 重要的焦虑 但是这也是 我的一种基本焦虑 我羡慕 那个 体育好的人 小时候体育好的人 不管是因为他们 我觉得他们 嗯 比较 可能 不管是觉得 就是比较牛逼 真的觉得比较牛逼 还是觉得哎呀 为什么这个 可以用来撩妹啊 什么 不管怎么 什么原因吧 这是我一种 基本焦虑 然后我形成一个 理想自我 哎 所以一旦我发现我运动能力 还不错 有所提升 我就疯狂的去夸大 是吧 后来 就是 后来就发现了 就是这个东西 确实不该有啊 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你就算自己说 你自己啥都不会 那也无所谓 像我现在就 就是经常 就说 我完全不在乎 别人觉得我是什么学霸呀 还是学渣呀 什么的 我就可以说 我之前啊 在那个UOM的时候 上课都废过了 然后都退学了 是吧 当时那是我主动退了 我就可以说 我是 我就可以说 我是这样的人 他别人怎么想我 别人可能 哎一看我 哎呦 卧槽 他本科还是学这个专业的 什么还是什么 还是ASA 还是 然后这个交易 也会一些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健身什么 也 也 也还挺会 反正就是 没有必要 就是 你自己的理想自我 真正 破除了之后 就会发现 别人 你怎么 你怎么塑造 这个理想自我 在别人眼中 这根本无所谓的 对吧 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反而是 这个理想自我 会极大的影响你 做事情 这个 所谓的 牵住你的脖子 影响你 做一些 明明可能对你 很有益的事情 所以说 所以说最终 都 咦一下 就是说 还是这一条 大赚的时候 还有大亏的时候 都要破除理想自我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歪曲现实 就是 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则 按照 这个 不要过于的 放大自己的自信 产生对某一个方法的依赖 依然要去怀疑 对吧 这就 转到我们之前 肖默的这个怀疑论上 依然要怀疑 依然要知道 自己方法的弱点 大亏的时候 不要自暴自弃 是吧 挺过那个最难的时候 你赚钱的周期 很快就会来 对吧 所以说 破除这个理想自我 在 赚和亏的时候 都保持平衡心态 这才是我们这个 稳定盈利 所要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好了 那么这个 卡文霍尼 这个理论 也就讲到这里了